加拿大有关部门的废水监测数据表明,随着各省放送公共卫生限制,安大略省阿尔波塔省及比西省等多个省份的新冠病例近日再次上升。 安省本月已经取消了大部分公共卫生措施,并且在这个周一取消了戴口罩的规定,但与此同时,各抑郁传播的BAR亚型已经成为疫情传播的主导病毒。 在华人聚集的安省约克区,卫生官在区议会上表示,如果新冠病例急剧上升,可能需要恢复强制戴口罩的要求。 安省今天报告22例新增新冠死亡病例,住院病例人数略有上升,初步监测数据显示,全省的新冠传染正在上升。 安省新冠科学顾问组指出,安省的新冠科学咨询组正在监测来自34个公共卫生单位101个污水处理厂、泵站和下水道的数据。 自3月9日以来,全省各地废水中新冠病毒产生的毒素增加了两倍。 废水信号和感染检测报告更准确更全面地描绘了新冠在社区当中的实际流行程度。 安省新冠病毒科学顾问小组总监尤尼医生本周表示,从污水检测节可以推断出,省内每日确诊案例应在2万至2.5万例之间, 所以几天或一周后会出现或住院人数上升的情况。 面对近日新增确诊案例回升,污水检测显示案例增加的情况。 有媒体问安省生长道格福特会否恢复部分封锁措施,重新退出口罩令。 福特回答说,考虑到安省偏高的疫苗接种率,加上医院系统有足够的应付能力。 ICU应对病人能力可以达到3000人,医护人员也都非常尽职,相信大家有能力应付案例上升。 安省卫生厅长叶利亚则表示,安省接种疫苗剂量已经超过3200万剂,目前已经有专门应对病毒的口服药。 所以相信医疗系统可以应对确诊上升的情况。截至昨天晚上8点,安省共注射了32014394剂新冠疫苗,12岁以上一剂注射率达92.79%,完全接种率达90.88%。 在所有年龄组中,84.2%的安省居民至少接种一剂疫苗,80.9%的人接种了两剂疫苗,47.8%的人接种了三剂疫苗。 加拿大有关部门的废税检测数据表明,随着各省放宽公共卫生措施,安大略省、亚省和卑斯省等多个省份的新冠病例近日再次上升。 安省本月已取消了大部分的公共卫生措施,并在这个周一取消了佩戴口罩的规定,但与此同时,更容易传播的BA.2亚型已经成为疫情传播的主导病毒。 在华人聚居的安省约克区,卫生官在区议会上表示,如果新冠病例急剂上升, 可能需要恢复到强制佩戴口罩的要求。 安省今天报告了22例的新增死亡个案,住院人数略有上升。 初步检测数据显示,全省的新冠传染正在上升。 安省新冠科学顾问组辞出,安省的新冠科学咨询组正在监测来自34个公共卫生单位的101个污水处理厂, 泵站和下水道的数据。 自从3月9日以来,全省各地的废水中,新冠病毒产生的毒素增加了两倍。 废水讯号和感染检测报告更准确更全面地描述, 新冠在社区中实际的流行程度。 安省新冠病毒科学顾问小组,科学总监尤尼医生本周表示, 从污水检测结果,可以推断省内每日确诊个案应该在2万至2.5万之间, 所以几日或一周后出现住院人数上升的情况。 面对近日新冠病例的回升,污水检测显示案例增加的情况, 有媒体问安大略省省长独格福特是否会恢复部分的封锁措施, 重新推出口罩令。 福特回答说,考虑到安省偏高的疫苗接种率, 加上医院系统有足够的应付能力, ICU应对病人的能力可以达到3,000人, 医护人员也很尽职,相信大家有能力应付案例上升。 安省卫生厅长叶利亚就表示, 安省的疫苗接种数量已经超过3,200万剂, 目前已经有专门应对病毒的口服药, 相信医疗系统可以应付确诊上升的情况。 迟至昨晚8点,安省一共注射了3,201万4,394剂的新冠疫苗, 12岁以上的一剂注射率达到92.79%, 完全接种率达到90.800%, 在所有年龄组别中, 84.2%的安省居民至少接种一剂的疫苗, 80.9%的人接种了两剂疫苗,